大家好,我是輪子 今天呢,就是我們的 從零開始學長板下坡的單元第三集 這一集呢,就是大家最期待的 從不會slide到會slide 就是它了,就是這堂課了 所以大家等一下呢,好不好 要好好的聽筆記拿出來做一下 首先呢,在開始今天的課程之前呢 一樣有提點時間要跟大家分享齁 我們就撇除掉我們前兩堂課 講的那些基本的做法 注意事項,那個還是要注意 如果你預算是夠的 其實預算夠不夠,我都覺得是建議你這樣做 就是呢,多準備一組輪子 一般來說,如果你是一個喜歡接滑的人的話 就輪子不算,不太算是消耗品 那你練slide下去的話呢 什麼叫slide?它的重點就是 跟地板摩擦 做slide呢,基本上來講,某種程度上來說 就是在消耗你的輪子 會因為你的slide練習而越磨越小 一定會變小 四顆輪子呢,它磨損的程度會不一樣 好,根據你是左腳前、右腳前 或是你習慣踢腳的力度呢 有可能這四個輪子被磨損的程度 也就是說他們練習到中段的時候 他們的大小會不一致 這個甚至有可能這個肉的部分 全部都會被磨到伸到核的部分 這個呢,多多少少會影響你滑行 如果你練的是一些check類的 藉由你的動作,slide動作到停的話呢 你還非常有可能會產生平點 什麼是平點呢?各位請看 這個輪子應該要是圓的嘛對不對 可是你看我這邊 有沒有一個平平的感覺 一個平面的感覺 這個就是平點 如果你做常常練習那種 會把板子整個殺停的動作的話 就非常會產生平點 那這個平點的部分呢 接滑就真的是沒辦法滑 它滑起來會很像那個有那種噴射機的引擎的聲音 這樣子滑 在玩坡的話,因為你不用踢嘛 所以還好,還可以用 但是呢,如果你是在平地的話 你要用你自己的腿去踢它 真的非常的不好滑 如果你想玩下坡的話 建議你多準備一組slide專用的輪子 對於玩下坡來說呢 輪子算是消耗頻 那我們就開始進行今天的課程吧 走走完畢後呢 我們就來先複習一下 第二堂課的動作 蹲姿的部分 我相信你們應該都練得很熟了吧 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今天教的callman呢 它是會180t過去的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把這個動作熟記 玩下去 起來 蹲下去 起來 蹲下去 起來 這個蹲姿最主要是可以讓你不用站起來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做招 180t過去之後 直接回過來 回過去 回過來 回過去 回過來 大概就像這樣子 講一下我們slide的一個原理 就是為什麼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有時候 我的動作姿勢都 蠻正確的 可是我slide出不去 slide呢 它其實是在 我們s的時候 壓板子的時候 我們板子有彈性的部分 就是不是我們的橡皮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bush嘛 對不對 它呢必須要被壓死 壓緊了之後 讓它不要再有那個 彈性的那個空間 再配合你自己的重心 這樣子呢 就會達到一個slide的角度 s-turn很重要 carving很重要 所有的slide呢 幾乎都是在carving的時候 出現的 所以呢我們就是 一樣的蹲直蹲下去之後呢 後手 扣板 這個扣板子很重要 一定要扣在你的後腳的前面 或是後面 看你的板子 板身的部分 比較適合扣的地方在哪裡 那我自己的話 會扣在我的腳前面 抓在前面 為什麼呢 因為我怕抓到輪子 因為你如果抓後面的話 它會抓到輪子 我自己的這個板子的長度 抓著之後呢 然後呢 手舉起來 這個步驟有點蠢 等你會了之後 就不用了 它是為了讓你可以旋轉 旋轉你的身體 那下去之後呢 給它一點速度 帶一點s-turn的感覺 帶到你要過去了之後呢 你要往左邊turn 因為我是這邊前進嘛 帶到你要往左邊turn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左手呢 下去 用這個這樣下去 迴轉 這邊的滑塊去觸地 然後手一樣要抓著喔 然後你全身要撐住 對 我現在有點蠢 但等一下你們看了就知道 大概是這樣啦 那進入示範 來囉 如果你發現你很難出的話 就再往上走一點 再做一次 再往上走一點再做一次 這個距離取決於你玩的地方 這個坡度的斜度 來增加距離或減少距離 慢慢慢慢去增加速度 你會發現 速度有到的時候 其實它是很輕鬆的一個動作 你可以站在中間一點的位置 我們呢 就先往右邊帶一點點 有一點s的感覺 你懂嗎 不能直接往後啊 直接往後不太好做 你先右邊 先往右轉 再往左轉 然後手呢 順勢這樣下去 就出來了 很簡單 好 再看我示範一次喔 好 靠右一點 選右邊 但是呢 從中間出發 往右轉 s turn 往左帶的時候呢 手往後迴旋下去摸地板 然後手 身體 腳 撐住 他到最後的時候自然就turn了 不用用力 手舉起來 往右邊 往左邊 對 腳不用踢喔 上去之後蹲好 手抓板 然後呢 往右邊帶 往左邊 摸一下就搞定了 稍微靠中間一點 往右邊帶 蹲 抓 手提 全部都一口氣 然後等到那個moment到 先右轉 再左轉的時候呢 碰地 蹲 抓 手舉起來 右轉 左轉的時候摸地 你可以去嘗試一下不同的速度 快一點 慢一點 對你這個招式呢 到底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幫助 或者是不好的地方 那我現在呢 就做一個遠一點的地方 我剛剛都在那個水孔蓋那邊嘛 往上走一點 滑下來 你們看一下感覺是如何 好可怕 總結一下這個動作的部分 動作姿勢做出來 然後Calfing一定要練好 從右邊卡到左邊 從右邊卡到左邊 你是有好好做練習的話呢 我剛剛那個直線下來 先往右咖 一定沒有問題吧 你手抓著板也沒有問題 稍微帶一點點就好 不是真的要S到那麼的U 你只是稍微往右邊帶一點 然後呢就要往左邊帶了 它這樣子比較有一個回轉的感覺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如果你是直線 你都不往右側帶 你直接往左邊摳面的時候 是不太好做的 然後手下去的時候呢 你不用把手伸得很直啊 剛開始你可能會緊張 所以你手會伸得很直 會把自己撐得很挺 可是你手伸越直呢 就是我講的 因為緊張的關係 所以你重心大部分會放在手上面 這時候你會發聲 我第二堂課講的那個 你手會吸住 所以你的那個摳面會停滯 會停住 這就是你手打太直 動心放太多 你就只是把手伸過去 然後摸地板 摸地板 你就摸過去 然後這時候呢 你的手是不是抓著板 對不對 然後後手是伸直的 然後前手這樣下去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呢 身體就會旋轉 Slide的時候呢 當輪子的 跟地面的摩擦力呢 成為零的時候 這時候是不是消息有點像 在冰上面對不對 那是什麼決定它的方向 就是我們帶的這個橫向的動力 去決定它到底是往這邊Slide 還是往這邊Slide 所以你這個旋轉的部分呢 一定要有 要旋轉 這樣它的板子才會這樣出去 可是你不用甩太大力 這個過程中呢 我都沒有叫你用力 對吧 所以呢 你不要想說我腳是不是要踢 我手是不是要這樣撐一下什麼的 不用 你只要姿勢做正確 它就會出來 可是呢 這個Cullman不太算是一個主動的Cullman 所以你可能會 剛下去的時候 你覺得 我動作有做對啊 怎麼是轉彎 很多人是變成就是轉彎 它沒有Slide 那我跟你講 你只要動作持續 做到板子停 即使它是轉彎 它也是U-Turn 對不對 所以它會停嘛 那沒關係 你就把它動作做到底 有的時候呢 你發現你做到底的時候呢 最後那一小段會 會稍微Slide一下 那這個時候就是你的板子 壓的沒有很確實 你在轉的時候 你的力量呢 被Bushin吃掉了 那在最後的時候 因為它的彎 Bushin已經被你擠壓 因為Bushin是從你壓彎開始擠壓嘛 對不對 擠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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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壓過去的時候 超過一個角度的時候 它真的被壓緊了 所以你的Bushin真的被壓到死了 這時候你的力量就傳出去了 所以你在最後一個末段的時候 會直一下 會Slide一下 好那這個時候 就是我剛剛講的 改善的方式呢 就是 你要嘛就是再壓好一點 也就是你把你的腳跟再沉一點 整個真的認真的壓死 那個Bushin 或者是說你Bushin 換硬一點的 讓你比較快能夠壓到死 好這時候你的Slide 就會從原本後面的一小段 你就會慢慢變成大段一點 再來呢就是我們的QA時間 大家會常常問的就是 我要怎麼樣開始練習下坡的這個動作 我會建議大家呢 從最底開始往上走 就是你不要到一個斜坡之後呢 雖然那地方可能可以玩很安全 但是你在剛開始練習的時候呢 不建議大家直接從上面玩 我建議大家從下面玩 例如說你先滑滑看 往上走十步 這個距離這個速度感你行不行 因為你下去就是平地了嘛 即使十步你真的不行很恐怖 那你站著它就直接很快就到平地了 那你再四十五步再四二十步這樣子 用步數去摔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測出來 你自己的安全的距離是哪裡 不然的話 如果你從最上面下來 哇靠 你真的受不了的時候 這時候會什麼 很有可能會有Speed Wubble產生 你就摔了 所以很危險 第二個QA呢跟大家分享就是 能不能在平地練摔 答案是可以 但是呢非常不建議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動作要注意 你姿勢要注意 然後再加上呢 它又必須是要有一點速度的 你在平地的時候呢 要你先踢到下坡 能夠帶給你的速度呢 已經有一點難度了 踢完之後 在整個身體很不平衡 然後很累的狀況之下呢 你又要去做到 每一個步驟 每一個動作 我認為 太笨了 就你不如在這邊 然後你可以站得好好的 然後呢 動作做確實 所有都注意好了之後呢 腳放掉 離地 讓它自己帶速度下去 然後到了你要的感覺的時候做 它不是比較爽 所以呢平地能不能練 可以 但是不建議 這是笨蛋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從您開始學長版下坡 第三集的內容啦 那如果呢 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分享跟按讚 想看更多我的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輪子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